节目第三节转到北半球 看看英国赛事 英国冠军錦标赛 当地平地马跪最后一项重要的胜事 当晚英国也转播四场一级赛 雅士谷马上跑 近期马雅士谷雨量也挺厉害 今年会转到内圈作赛 气马真的很强,但场地方面也挺受影响 希望实力马可以继续交出正常的表现 内圈也试过,下雨后很多马 出赛马都多,拼拼一下 有些马林会跑这些地 当晚我们转播六场赛事 留意到六场S3 对,打头阵是英国冠军长途杯 有姚舍大人看过,但这场是二级赛 之后就上几场一级赛 包括第二场英国冠军短途锦标跑1200米 第三场英国冠军千马锦标跑比较长的路程 里半的赛事 第四场女王伊丽莎白锦标跑1600的一里 至于主题赛英国冠军锦标 这场排在第五场 将会在晚上10点55分开,跑2千米 尾场就是巴尔莫劳阳赛 这场是跑一里的赛事 今届英国冠军锦标出马都算多了 以往可能比较少一点 但是全晚你见到很多明星马 刚才说姚斯大人 卓伦谷会在这 湖畔香就是跑短头 很精彩的赛马来的 芽斯高马场虽然是跑一个内圈 但是可能大家也会熟悉这场马场 看看赛道形勢 英国冠军锦标跑2千米 其实去年也是跑内圈的 因为天与骗关系 去到这些月份也很难避免 大家都有印象 钢铁大王赢那届也是跑内圈 我们暑假煮过英国赛事 不断跑干块地 终于跑一次就变化地了 马场是三角形的 转两个弯 大家都很熟悉的 雅士公马场 很多预阳赛事都在马场转播 好了,我们先看看今年英国冠军 的参截名单 较为触目一点的马东人 经济科 刚刚之前我们都转播赢的 爱尔兰冠军 冠冠冠冠冠冠 另外7号的格伦岛 之前在国际冠冠冠 力追明战股城都非常之厉害 另外南加明城 爱尔兰冠冠冠冠冠冠 最近都在海船门大赛 那里跑第三 另外沙漠的先鸿叶 法国的长途好手 今次宿程过来跑英国冠军 另外黄奕奇招 之前我们都在越洋转播赛 那里跑得好 另外一号的盈于爱 其实上年他赢了一级赛冠军 伊斯巴汗锦标 另外十要的官火 都是黏马一级赛上下 今次也有份烈阵 有近跡的马很多 但是看好的都好像是两三匹 一对马就差不多马来的 七八一对 隔轮倒和经济科 经济科是热一点 其实两者好像分别不大 第三势力就十号南加明城 近期海船门大赛都两个上 保温二千就看是怎样 其他马十多配马又不是很多 鲜鸿叶可能是近一点那一只 配上温罗 其他黄奕奇招都已经二十倍开外 希国斯马昆的组合 常常有好马加达步 之前遇满杜拜 今届拍出实力再强一点的经济科 上一次记得爱意人冠军 感表都要挑剔下的 那么热门 不过第一次拍一级赛 可以不可以的 可以的结果 那个表现相当之好 他更厉害 他沿途三跌望空 南加明城在这里出表 南加明城那场是流后追的 前面经济科 组断都三跌望空 多产巨像以为撲到上去过 都过不了 一直都登行一条颈顶 多产巨像今年好像都是停止了进步 但是他也算是赢得多产巨像 这只马桶很有实力 这只经济科 但是这次又跑过变化地 他以往比较少一些经验 跑过一个远达地 你知道马金冠军出都没输过 但是上季两岁的时候 看回数据 他其实跑过变化地不可以的 当时是不是马尾成熟 还是真的不可以呢 这点真的要有待考证 那哪只可以呢 主业对手可以 先红叶 福伊禁标赢远地 格伦岛奥卡尔锦标赢远大烂地 南加明城刚刚都在烂地的海船门大车跑得好 反而他的主业对手就证明没问题 尤其是格伦岛这马 初初在法国跑跑变化地 暑假的时候在英国跑 跑干化地行不行 有些怀疑的问号 原来都挺厉害的 王家史 赛奇已经过之前赢了 在约克的赛奇挑战名战古城 都是正常场地 后境很厉害的 格伦岛 这场马都好看 明知古城在中外档那里走出来 格伦岛在中外档的追势相当之厉害 扑上来一度都像是赢到的 这场都很厉害的 他迫到明箭古城都不敢放松 来到这儿 莫雅前面都要大边大边撒下去 但格伦岛一直都不放弃 不断黏着他两只马 都扔掉其他马 这个第二我觉得都挺值租的 如果前面那只不是马王级的马 这场格伦岛已经被咬了 可能都说了 但因为他是烟马身份 所以是不能跑海船门 变了他相对的休息时间又会多一些 我赢了9月 海船门10月 跑完约翠就休息到现在 看看这次是否一来的场地会適合他 二来有些以日代劳 是否跑得好 当然了我8人 这场都有三赛马 两匹浪之浪和南加明城 南加明城这只跑变化地 不用担心 刚刚海船门大赛很烂 那天都跑得不错 他走得不错 但我们都评过这只南加明城 好像跑法或者各方面 性能都是倾向跑李半 跑到2400好少 缩回到2000看看又如何 其实他的确像是李半的脚法 其实他又不断 他是抱着抱着抱着 其实之前我们刚刚看片 外尔兰管阳感标 其实他都很明显那场留着追 又不是说爆到上来 李半好些 不过这些马比较是变化地 所以大家缩下来实化 看看能否应付到 还有那个体力 如果大家记得我8人的参赛马 很多前往的网络 跑完海船门就马上就跑了 有些是顶不住的 都要研究 上一场虽然说摆前 但是在大烂地 而那个体力耗用 可能比干块场地更加多 这个小小去挑剔 但是上一次你看 转了另一个跑法 其实都可以的 就是留后或者跟前 边法地当然好 他两岁赢了一级赛 都是跑到大烂地的 就是场地不担心 但是步速形势 因为浪接浪应该帮不了他 不会是开路的 那就是没有派其他马 我希望都是自己推前一点 希望 不过他演出是很准的 这只马很少脱的 他表现这么稳定 看看可不可以撑上这一枫 说起浪接浪 今季进程不是好 福伊压必须他有份跑 但是那场仙红叶跑得强很多 演出是比较好的 这一场浪接浪在前面放 仙红叶就咬住他 浪接浪我觉得都没有了 这只马真的都是这么多 上季用胜叶智的赢得到 反而仙红叶很厉害 七岁依然都很有活力 来到这里 已经是压过浪接浪的直奔终点 一点就是他跑了你半多 跑了2000又怎样 不过这只马也很可怕 跑了23次赢了15分 这些很厉害的赛绩 跟温罗就很夹当 还有这只马的心头也很高 其实如果这类马来香港跑 我觉得很好用 但他可能之后都会进军日本杯 他上年就封衣第二 然后跑了一场巴黎市议会大赛 日本杯就输了 但七岁马有个数据都挺客人的 对上一批七岁马赢英国冠军 黄契奇之后这次都是up and coming 上来的 今次望艾成 第四次英国冠军棋棋 今次又选了他跑 这只马跑得比较少一些 但每次跑一场都好像还有些进步 你看他上一次获迪加 感表都是撲得好的马 这只跟南加铭成就调转了 南加铭成是理半好 这只缩回来十化浪 我觉得就可能会好一些 你看到这里逐步追上来 但很明显去到中点前 他原本的势是挺好 但是反而被对手压制 我觉得缩回十化浪 应该对这只马会好一些 这场南加铭成是让他五磅的 他一人一级赛 重一点的磅 中间大草猿州 在胜利第二之后 在法国都赢了 所以他回来越追越近 这次有些不同 他是休息出的 其实比较长一点 相对上刚才我说的两分晚 已经跑了 但望艾成今次官货都不跑 这只会不会有点突破 2000万都是一只正宗 不过考验一下场地 他软地就行 就是上第二 大烂地 如果临场再烂一点 行不行 要应付一下 英国冠军奖比 好像单打独斗 赛前很多朋友 那两磅热一点 是不是喜欢这两磅多一点 我都是在烟门那边的 不过我就选男嘉明星 我都觉得这只马里半好一点 起码变化一点 还有希望他今场用回 好像海船门大赛 用回主动的跑法 看看有没有机会突杂成功 经济科都是一只很锐的马 赢完爱尔兰军锦标 再跑这一场都是很正路的部署 虽然烂地输过一次 但当时两岁的马尾很熟 从上马昆 我看这一场的机会 都是相当压一的 单打独斗 挑斯力基 就是要那只隔轮岛 因为经济科都好的 都是一只很硬的 马尔兰军锦标很强 但是隔轮岛 会不会用另一个跑法 在大外档 你看不到 轻声上来 这个都不知道 起码变化场地 会更多证明 这只都是烟马 没什么顾虑 跑就跑了 说完英国国家 感标这一节 还没完的 还有一节 下一节回来跟大家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